现在不一样了 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开幕即将满收年 这这段时间不但带动周边社区 融入大型壁画彩绘 还有艺术家进驻闲置空间进行活画 更有钢雕艺术家打造礼物造型的餐厅回廊 回馈地方吸引各地游客到访 我们就跟着市议员吴义正脚步 带您去领略艺术之美 一整排大型壁画五颜六色的缤纷色彩 将社区大楼装点成不同主题 有可爱的海洋世界还有奇幻森林 而在旧宫车处转印站的集合式建筑 原本是闲置空间 在艺术家的创意巧思下 更成为彩绘社区的亮点 吸引各地游客拍照打卡 穿在高雄真的不一样了 因为这边都是老旧式的公寓 所以那时候就不会很有兴趣 但是后来现在结合就是有餐厅 然后又有彩绘村 然后就会想要带小朋友过来这边 然后他们也会对这些地方很有兴趣 刚好又在捷运旁边 所以很方便 高雄有进步 不用改新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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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 让艺术家跟当地的居民 有一些连结之后 然后在他们里面能够作画 那会让整个城市的那个 心情啊 氛围 艺术涵阳 都整个都会提升 那高雄这个明明村 就是我们当地的里长 那在鼓励然后能够跟艺术家结合 跟市政府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高雄市少数 没有花大钱可以产生最大的一个案例 与社区为零的公车处闲置空间 在标注给民间经营后 由钢雕艺术家陈毅章 融合钢铁城市意象 那造成礼物造型的复合式餐厅一郎 庭园外还放置大型的河马公公艺术装置 提供美食和休闲服务 与隔一条马路的魏武营艺文中心 相互辉映 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 陈毅章艺术家呢 就以这个钢铁的形式 把外观包覆起来 那在屋顶的部分呢 又用一个他擅长的钢雕的艺术品 做成一个蝴蝶结 构成一个从外观看起来 就是一个名副其实一个礼物 那其实这个礼物的来由呢 也是希望说 作为一个高雄人 然后迎来这个魏武营 这么美好的艺术中心 高雄人一个回礼 其实有跟之前差很多 像我之前是读在 这附近的学校 对 所以以前跟现在 魏武营开了以后 就整个有差很多 就其实高雄 也不是文化沙漠啦 对 在这边高雄 其实蛮多 蛮丰富 蛮多元的 给小朋友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我也蛮 喜欢带他们来高雄走走的 如果不是当地人 很难想象这里沉浸是 人口外移非常严重的 老旧社区 没想到透过和艺术家的连结 能逐渐改变生活环境 和提升居民的光荣感 更充分让人感受到 艺术美化生活的魔力 也欢迎各地民众来到高雄 魏武营 迷迷村逛逛 寻找艺术家送给您的生活礼物 记者李山道罗绍军 高雄报道 接下来提供给您 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